4月11日,副总统贺吉利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卫国务院为日本首相岸田举行舞宴。 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布了从导弹到登月等军事合作和项目的计划, 加强了两国的联盟,着眼于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前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因癌症去世,享年76岁,辛普森更广为人知的是在一场全美瞩目的电视审判中, 他被判谋杀前妻及其朋友的罪名不成立。 今年2月,有报道称辛普森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并在化疗期间接受临终关怀。 多年来,人们对于辛普森杀击案的看法不一,很多人指责洛杉矶警局在处理此案时存在种族主义,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辛普森得以逃脱惩罚是因为他聘请的高级律师。 大型航空公司及代表这些公司的一些工会,要求拜登停止批准更多美中之间的航班。 他们表示,中国对美国航空公司实施了反竞争政策,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由多个工会、组织签署、代表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大型航司的美国航空协会。 在周四,伊丰至国务卿布林肯和交通部长布地及格的信中表示,现状会牺牲美国员工和企业的利益。 今年2月,交通部曾表示,从3月31日开始,中国航资可以将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增加至50架次。 拜登政府周四批准几十年来最广泛的关于构枪背景调查的规定, 试图监管飞速增长的影子武器市场,这个市场包括在线枪支展以及私下买卖,助长了枪支暴力。 新规要求任何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枪支营销业务的人都必须注册成为获得联邦政府许可的枪支经销商。 这意味着,卖家必须对潜在的买家进行犯罪背景和心理健康调查,新规将在一个月后生效,不过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几十年来,德州移植外科医生小史蒂夫·拜农因为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美范围内的知名度, 他还曾经帮助全美庞大的器官移植系统执行专业标准。 但是官员们目前正在调查一项指控,该指控称拜农秘密操纵一个政府数据库, 让他的一些病人无法获得接受新的肝脏移植的资格,目前还不清楚拜农这些举动的动机。 调查过程中,拜农所在的医院在过去一周突然关闭了他负责的肝脏和肾脏移植项目。 好了,以上就是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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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